大家好,我是小青 现在已经入秋了 秋天的天气也是一天比一天凉了 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冬瓜 今天小青就分享一道冬瓜的神仙做法 出锅后鲜香软烂 好吃又营养 关键在这个季节喝,暖心又暖胃 下面就跟着视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冬瓜 先使用刀把冬瓜的外皮消去不要 现在的冬瓜也比较便宜 这一块冬瓜才花了我两块钱 在秋天要多吃一点冬瓜 无论是大人吃还是孩子吃 对身体都非常的好 吃一道营养的假糖菜 冬瓜的皮去炉之后 再把里面的刮嚼切去不要 因为这刮嚼口感不好 接着再切成厚一点的片 大概切的有半公分的厚度就可以了 下面再切成长条 冬瓜这样切 吃起来的口感比较好 切好之后放入一个盘子里面备用 再准备一块新鲜的全腿肉 先把猪肉改压刀切成小块 下面再切成薄片 切的也不要太薄 大概切的有两毫米的厚度就可以了 如果不喜欢吃猪肉 也可以使用鸡胸肉或者牛肉来代替 根据自己的喜好为主 没有过多的要求 切好之后放入一个大碗中 下面来给肉片腌制一下 加入粉热食盐 一点点胡椒粉去腥 一勺玉米淀粉 再加入一点葱姜水 然后下手来抓拌一下 把里面的调料都抓拌均匀 一直让肉片充分的吸收里面的料汁 这样腌出来的肉片鲜香滑嫩 吃起来还没有腥味 我们一直把肉片抓到发黏的程度就可以了 下面再加入一点食用油 再次的来抓拌一下 加入食用油可以锁住肉片中的水分 食以来的口感会更加的滑嫩 抓拌好之后先放一旁腌制10分钟 下面准备点小料 生姜一块 先切成姜片 最后再切成姜丝 做这道美食多放一点姜丝 这样可以驱寒 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 小葱再来个两三根 先改下刀切成小段 最后再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 清洗干净的西红柿再来一个 先对半切开 去除根底之后先切成厚片 做这道美食加入一点西红柿 营养油开胃 最后再切成西红柿丁 如果不饮完吃西红柿皮 也可以去掉 根据自己的喜好为准 切好之后放入一个盘子里面 下面锅中加入一点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姜丝倒入锅中 然后开起小火来煸炒一下 把姜丝中的香味炸出来 接着再加入两袋炸菜 加入炸菜才是这道美食中好吃的灵魂 接着再来翻炒一下 把炸菜炒出香味 煸炒一分钟过后 再把冬瓜加入进去 下面来开起大火来翻炒一下 冬瓜经过这样炒一下会更好吃 把冬瓜与榨菜都翻炒均匀 让它们的香味都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翻炒两分钟过后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根据家里的人数来定 然后再轻轻的搅动一下 把里面的食材都搅拌均匀 汤汁烧开之后调成小火 再把肉片一片一片的放入锅中 朋友们视频录制不易 感谢大家点赞支持一下 肉片全部下入进去之后 再把火调大 使用厂子轻轻的推动一下 使肉片受热均匀 大概煮三分钟左右 再来调个味 加入一勺食盐 一点点鸡精 其他的调料就不要再放了 接着再把西红柿丁倒入进去 下面使用勺子搅动一下 把里面的西红柿与调料都搅拌均匀 这样喝起来的汤汁酸爽开胃 大概煮一分钟过后 再把葱花加入进去 再稍微的搅动一下 煮个十秒钟左右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现在看着也是特别的有食欲了 下面盛入一个大碗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么一道冬瓜榨菜肉片汤就做好了 这样走入来的冬瓜榨菜肉面汤鲜香入味 肉片也是口感滑嫩 食材搭配也比较丰富 在秋天这个季节 喝上一口暖心又暖胃 观念在家里做也是特别的简单 大人和孩子也是非常爱吃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试 感谢您的关注点点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